四位同学大家早上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如老人的论语讲迹 拥也篇第四章 原诗为之载 语之数九百尺 只曰物 以语而邻里相当夫 原诗为之载 语之数九百尺 这个原诗 他姓原名宪 宪法的宪 至子师 所以又叫原宪 这里讲原诗 是讲他的字 少孔子三十六岁 孔子家与七十二弟子 这个里面有说到 原诗这个人清静守节 贫而乐道 孔子为鲁师寇 原宪常为孔子宅 这个宅就是在孔子 他这个地方也是当他的家臣当官 总管 孔子逐后 原宪退隐 基于魏 孔子死了之后 他就退隐了 居住在魏国 原宪当孔子的家臣 孔子给他的薪水是900单位的数 数900 那么这个单位啊 当时是什么伎粮的 这个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900斗 或者是还有其他的这个伎粮的单位 就是数900 他觉得太多了 给他太多了 也就是孔子啊 给他的薪水 他觉得太多 用不完 那么他就推迟啊 不接受了 就给孔子讲啊 就给孔子讲啊 他用不了那么多 他不要全部拿了 孔子就说了 你就不要推迟了 该给你的 你还是要接受 多出来的粮食啊 你自己吃不完 你可以去接济亲朋好友啊 在邻里相当 你的邻居啦 亲戚朋友 这个当中有比较贫困的人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 所以孔子叫他呢 你就不用辞了 还是要接受的 应得的俸禄啊 自以为太多 而想丢到大海 也无不可 不管多与少 都是应该得的数 那么写如老人啊 这张书 这个 讲者就 这个 很少 把这张书的意思啊 也都说明了 这里啊 简单的把这个 原线啊 他这个 个人的故事啊 讲讲 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 孔子 在52 到56岁 在鲁国当官四年 他当卢斯寇 那卢斯寇啊 就 类似啊 我们现代的警察局长 这个这个 那个时候 他是大夫 那在大陆啊 就大概 等于类似啊 像现在的公安局长 那么 那个时候 他是大夫 可以有家臣 家臣就是 家里啊 可以 请人来 给他办事 也就是这里说的宰 这个宰相 主宰这个宰 宰就是古代的官名 那么 那原线 他虽然没有列明 孔门四科十则 没有列在里面 从这里的记载看来 显然德行很高 但是他欲望很低 只要求能温饱的 最低工资 那就可以了 他他不贪 和上张篮球的 大方放粮给学弟 应该购得上是一个 钢者 这个 无益之钢 这个是在 跟篮球 篮球是公野长篇的 这个就可以说 他是一个钢的人 这钢不是说很勇猛 这我们在上一篇 公野长篇 这个 第十一 也学过 这里提到数九百 没有提到计量单位 史记孔子四加二十一 提到 孔子在魏国的薪水 是数六万 跟这个孔子给 岩师的这个 米粮啊 单位是一样 那孔子的薪水是 多 岩县啦 六十七倍左右 岩县的薪水啊 就是岩师的薪水 只是孔子的百分之 一点五 从现在观点来看 那贫富 差距很大 岩师在伦理中 出现另外一次 就是献问 在伦理啊 献问 第一章 他请教孔子 什么是耻 修耻的耻 孔子告诉他 邦国有道的时候 自己尽过力 这样拿人民纳的粮 当薪水是合理的 邦国无道 自己又无能 加以改善 这个时候 还拿人民纳的粮 现在叫纳税 当薪水 这就是无耻的事情 这就邦有道啊 自己尽力 这样啊 来 做一个公务员 这样拿 人民纳税的 薪水是合理的 如果这个邦国无道 自己又没有能力 去改善 这个时候还当官 还拿人民纳的 税粮当薪水 这就是无耻的事情 他接着又问 好胜 自夸 爱埋怨 多欲求 没有这几种毛病的人 是不是就可以算是人人 孔子回答说 这些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德行 可是算不算得上是人 我就不敢说了 这个 大概啊 自己偷偷想过 自己是尽忠职守 所以拿人民的粮食 是无愧于心 进一步想问问自己 是克罚 怨 欲不行 烟的人 看看老师 怎么 对我评价 没想到 老师只说是 难能可贵 并不清洗为人 这个孔子只给他讲 那你这个 这个是很难能 很难得 难能可贵 但没有轻易 说你这样就算是人 因而对自己的发问感到羞耻 自己也感到羞耻 所以这个人也不简单 道德仁义 这个人啊 也不容易达到 那么 元宪 元师就是 孔门支持第一人 孔子死后 他大概眼见邦无道 这国家呢 无道 这个国君啊 整个政府啊 无道 乱 那自己又帮不上忙 帮不到 就隐积起来 结果 完全忘掉自己 问过孔子 富而无交的子贡 这个子贡啊 我们在前面 学习过 子贡 问孔子 富而无交 就是说 一个人很有财富 但是他没有骄傲的心 那怎么样啊 这个这个 我们前面学习过 那么 子贡 他为了限量他的财富 穿着高档 车马开道 就像现在开那个 进口高级车啦 穿着很高档的衣服 我们现在的话叫名牌啦 穿得很好 那么 驾着那个 很 很好的马车来开道 他就特别到 原师他所居住的 穷相来拜访 原县啊 穿着破烂衣服 出来相见 让子贡 大刺一惊 以为学弟生病了 怎么这副模样 这位支持的学弟 就讽刺这位 在孔子死后 如目六年的学长说 子贡啊 在孔子死了之后 他守目 守在目旁边啊 守了六年 那子贡啊 也不简单 那么 原师啊 就 给子贡讲了 我记得老师以前说过 没钱叫做贫 学了道而不弃实践 才叫做病 我是贫 不是病 这一说 子贡就学到了 知识 这个 故事 也很值得我们 这个 这个提醒的 所以这个 学了不去实践 叫病 没有钱 叫做贫 所以 他回答子贡 说他是贫 不是病 他没病 老师教的 他都有去做 只是他 没钱 许多人 碰到薪水 都希望多多益善 极力追求 是我利益的最大化 谁会跟钱过不去呢 孔门当中 有人 就会 像这里 原师啊 就是原献 他就是这样的 一般人 不会这样 哪一个人不想 多一点薪水 多得到一些 但是这个想多得到啊 也是一种贪 我活法叫贪 所以 不仅 孔门弟子啊 会要求 自我利益的最小化 孔子在 李韵大同篇中 甚至要超越 自我利益最大化 进而追求 人类 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多么大的 气态 和气度 信仰资本主义的人 不会懂的 那这个 也都是我们学习的地方 所以 贫 没关系 那么 病啊 那这个问题 比较严重 好 那么 这一张 他的 宗旨啊 这一张书 就是 你 应该得到的薪水 你 还是要拿 不能说 用不了那么多 我就不要了 那 孔子说 用不了 你剩下可以帮助别人啊 所以在台湾啊 还有一些 在新闻报道 还有一些领导人啊 他说 他的薪水 他不要 大概没有读到 《伦理》 这一张书 如果他读到这一张啊 应该 也是会 去领取他 应得的薪水 他应该得到的 那你自己用不到 你家里 经济很好 那你可以 去做好事啊 那么这一张书啊 孔子的意思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你就不用此了 可以给你的 邻里相当 叫 雄苦的人啊 你可以帮助他们 这一条啊 值得我们来学习 有的人啊 他的确我们也 遇到过 所以要学轮语 我们学的 才会学到中道 好 我们 这张书 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 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 阿弥陀佛